今年上半年以来 中国陆续推出多项政策扩大对外开放 外国旅客来中国旅行 在入境签证 交通出行 电子支付等方面的便利化程度不断提升 自即日起 乘坐邮轮来华 并经由境内旅行社组织接待的外国旅游团 可从我国沿海所有邮轮口岸 免办签证 入境停留15天 旅游团需随同一邮轮前往下一岗 直至本次邮轮出境 活动范围为沿海省区市和北京市 免签入境口岸包括 国家设于天津 辽宁大连 上海 江苏连云港 浙江温州和舟山 福建厦门 山东青岛 广东广州和深圳 广西北海 海南 海口和三亚 等地的13个邮轮口岸 自2023年12月起 中国陆续对法国 德国 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持普通护照人员 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 交通方面 国际航线数量不断增加 入境中国的游客数量 与日俱增 2023年 我国邮轮旅客运输量 达10.7万余人次 至目前已有21艘国际游轮 在我国境内港口开展运营 包括中国境内港口 始发的日韩航线 越南航线 香港地区航线等 以及外国游轮入境的 访问港航线 首艘国产大型游轮 爱达摩都号 已于今年 元奈顺利投入运营 游轮运输市场 总体平稳有序 预计2024年 我国游轮运输客运量 将继续稳步恢复 在支付交易方面 中国境内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为来华外籍人员 观光 住宿等消费需求提供便利 4月3日 文化和旅游部 与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文物局 联合应发了 关于进一步优化 重点文旅场所支付服务 提升支付便利性的通知 通知明确 国家4A级 5A级旅游景区 国家级和省级旅游度假区 国家级旅游休闲基区 以及三星级 四星级 五星级旅游饭店 要实现 境内外银行卡 受理全覆盖 积极推进在 外籍来华人员较多的 文旅场所 布设外币兑换业务网点 提升外币兑换服务水平 持续完善移动支付服务 优化业务流程 丰富产品功能 提升文旅场所 线上线下场景 移动支付便利化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